欲擒故纵 忽远忽近 让人难以捉摸 有了有了有了 扎成晕了 今晚就留在我这儿吧 哎哟 强制色色呢 暖颠缝到 戳粉团猪 这个文言文 我猜戳团猪应该是 戳牌的意思 吧 よし Mina 如果看完影片之后觉得还不错 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小的支持我一下 或是直接加入会员 让地方妈妈持续良心制作 另外 也可以到这些平台关注我 哎哟 追踪一下嘛 那我是Mina 你们在玩Girl Game或是姨女向游戏的时候 通常都是玩家当主角一次放很多条线出去 跟各个角色刷好感度 最后再逐一收复 建立自己一个后宫这样子 但我发现有一款游戏是可以反向操作的 Dawkey Fig App上面的游戏 生工曲 玩家不当渣男渣女享受攻略的快感 而是变成后宫当中的其中一个 嗯 那这样要怎么玩 当然是想办法弄掉其他绿茶 或是不爽直接灭了渣男也可以 但是同理 你也会被其他绿茶搞就是了 病态程度我觉得比School Dance还要狂 打开游戏之后是长这样子 我有四个选项可以让你选 总而言之呢 就是难易度 每一个通关要求也不太一样 选一个自由度最高的 没有主线要求的 这个 好处是可以自己设定每个角色的家世和个性 那我就先来创脚 刚刚说要School Dance嘛 那我就来创一个平行时空 日在生工 诶 有押韵诶 女主角就叫西元式世界吧 那他家世是随机的 可以这样点 一瓶武将敌女 这个听起来蛮厉害的 想必已知用刃 那就选这个吧 OK所有技能点到蛮 那立慧 最左边这个立慧看起来比较绿茶 能选这个 反正后面还可以再换造型 再设定国姓 就是皇上的姓氏啦 那当然就是伊藤啊 皇上的名字 成 还可以选皇上是什么样的个性 我在试完的时候是选温柔 但这一轮要玩的是渣男 所以就选风流 如果等等这个渣男把我打入冷宫不理我 那诚哥就会变成 被世界杀第三次的男人 但如果他还知道要来找我 那就是把其他绿茶干掉 诶 风流的立慧跟温柔的不太一样 原来是会根据个性 然后产生不同立慧吗 哦 这个有有 风流的立慧有扎样哦 尤其是第一个 我猜他的口头差应该是 我的很大 你忍一下 你有freestyle吗 可以够渣 就选他了 再来是选婆婆的个性 成妈基本上不太管渣成的吧 那就选避世 寿命 开局就让婆婆领便当也太狠了吧 而且说不定巴结太后有用处 但火太长好像也很麻烦 你要说话要小心一点 哦好那就选中寿吧 一瓶武将敌女 西元寺世界 零 start 诶 开局就贵妃 也太强了吧 那就不用慢慢爬啦 没有被人家弄的话 一步就可以当上皇后了 入宫希望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世界这么爱吃醋的人 当然就是 愿得圣人庇佑 不想被忍弱啊 入宫之后可以选一个宫女来使唤 但要胜选 因为有些宫女心机比较重 会反过来搞你 这个头上有红法式的好情节 那就选她 帮她取名 chana 诶不对等等 所以之后 她会不会背着我跟扎城偷偷来啊 虽然是养成游戏啊 但她还是有个类似技能树的东西可以点 不如说其实技能树超级重要的 你可以先想一下你要玩什么样的玩法 我个人强烈推荐 如果你要当个 assassin的话 心狠手辣 亲力亲为 循医问药 可以点好 点满 然后要当吵架王的话 就可以往话说那边点 那我想说我这局不是口的后宫 都是口的扎城 所以我点了口人的技能 那我今天出去随便晃一下 去妙女拜拜一下 然后再去跟婆婆搞好关系 婆婆 世界来看你了 这个婆婆看起来很难搞耶 还有我刚刚帮她选避世 不是 怎么突然就被赶出来了 好吧 算了 明天再继续 那为了要完成schooldates的平行时空剧情 我想我应该要先去找一个女生打好关系 然后再搞怕 目前后宫有这些人啊 炎业一号 炎业二号 炎业三号 欸 今天扎城去找炎业一号 可恶 那我们就去找她 她的宫女出来了 见过西元寺贵妃 我家主子 如今正在被皇上造姓呢 欸 所以 老娘是被赶出来了吗 我先去挥洛公公 看能不能把我安排一下跟扎城见个面 然后再去找炎业一号 Fuck 又是她跟扎城爱的鼓励 我越来越想要跟她做朋友了 我们再去找她一次 终于见到面了 炎业一号说 给西元寺贵妃请安 不知道前来有何贵干 真的女的 真的欠弄 OK我记住了 哎呦 终于轮到我的局了 现在要讨扎城欢心 隐私做对醉酒当歌 怎么没有fistyle选项 限制90了 最后点个 想要的还是要装一下 欲擒故纵 忽远忽近 让人难以捉摸 有了有了有了 扎城晕了 今晚就留在我这吧 哎呦 强制瑟瑟 软颠奉到 戳粉团珠 这个文言文 我猜戳团珠应该是 戳牌的意思 把 一夜激情之后 太医来把脉 哇塞 一次就中了 那扎城看起来也不是很高兴 三小才睡过一次而已 就会把我当爸爸 哦不是哦 我误会了 十月怀胎弹何容易 想到世界要经历这样的痛苦 自然心疼不忍 这时空扎城也太有人性了吧 好不习惯 我当初设定应该没有错吧 他不是应该很风流吗 然后我在怀孕之后就是 每天的例行公司就是去拜拜 笑业障 再去惨媚一下婆婆 偶尔去夜庭找找看 有没有新的工具人 美貌女子 美貌女子 这画风很明显不一样吧 诶什么 这么快就要立皇后了 不知道是谁 诶 诶是我诶 诶怎么那么突然 诶我都还没有乱散播遥远 还是毒杀谁 现在还在第一年的12月而已 那看来一直是柴媚婆婆 还有辉洛公公 是有用的诶 诶当上皇后的房间 变得好气派喔 然后我顺便帮她换一下妆好了 这套看起来有比较像皇后 然后这套吧 哦终于要生了吗 扎成看起来很担心世界 都要重新产房了 怎么办 扎成这么有人性 都不想捅她了 诶我生了生了 是个小公主 不知道要娶什么 妈妈叫世界 不然她就叫 宇宙吧 这是取名逻辑 没有问题 诶等一下 我才刚帮扎成生完而已 然后她又不知道 跑去找掩夜几号了 哼 结果还是回来找我了嘛 诶不是吧 又怀孕 那个 诚哥的小城门 到底是多会有 每次都一次都重是怎样 话说她怀孕的期间 诚哥还是会来赔税 她有给两个选项 一个是多谢皇上 第二个是宫女代姓 到底谁会点宫女代姓 有恩经压属性的吗 哦 就是要把结局自动导向 bad end的意思吗 炎夜4号生下一个小皇子 哇塞 那感觉她有一天会来搞我 诶 我的自觉果然很准 炎夜4号对其他人下毒了 害其他炎夜流产 然后被发现 话说我一直要跟炎夜8号搞好关系 她一直不太鳥我 现在又有毒杀其他炎夜的嫌疑 我决定要开始弄她了 刚好有人送我一瓶红 启动毒杀技能 顺便嫁祸给炎夜1号 哎呦 终于把炎夜8号干掉了 诶 炎夜1号也被人家干掉了 怎么那么刚好 好像越来越多人消失了 我通常有个大胆想法 如果再把其他炎夜弄掉 那诚哥 不就是世界专属的吗 再怎么封流 早上没对手了 就只能对世界封流 那我们就把其他人干掉咯 你公公突然来找我咧 感觉不太妙 王上感觉神奇凝重 王上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找你吗 这已经查明了 就是你买通工人 给正平下毒 唉 果然被发现了吗 为什么 偏偏是你 玩到第三年第一次被处罚 虽然还没有被打入冷宫啊 但是刚刚处罚还蛮重的 要把全部的炎夜都做掉 好像变得比较困难 那要怎么办 那我就只好出动 最终手段了 重新读挡 还好我刚刚有存挡 如果再不行的话 转生个100次总会变强了吧 转生110次的我变成世界的王者 刚刚应该是因为 我们要去降低自己的嫌疑 所以才被发现 那在这就把这些人 用在降低自己的嫌疑好了 太好了 剩下小男生了 这样皇上应该会更爱我 女儿叫宇宙 那男生就叫 多重宇宙好了 等一下 他好像只能打三个字耶 所以变多重宇而已 生完小孩之后 诚哥又马上来找世界爱的鼓励了 因为现在对手只是他一个 所以诚哥就只能一直找世界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因为上次有被发现 所以这一轮很认知在降低自己的嫌疑 就剩下最后一个炎夜了 弄他 然后洗嫌疑 终于 没对手了 世界在平行世界当中 达成了不会受伤的世界 不过诚哥最后还是逃离不了 要跟病交在一起的结局 诚哥不管在哪个结局 就是跟病交在一起 这个大概是我玩的第三个档 每一档的触发剧情都不太一样 但这一局我玩的蛮顺的 运气非常好 贵妃开局 然后第一次试琴就怀孕 诚哥也super爱我 而且因为开局这一局是没有皇后的 所以我连想都不用想那个串位的问题 稍微的谄媚一下其他人就当上皇后了 不过我在玩之前真的以为这个只要无脑玩就好了 没想要还需要动点脑子 大家都笑以长刀欸 那个关系栏上面写多好多好的啊 私底下照同你不误 另外我看别人还有什么 私奔玩法 百合的玩法 我是都没有触发到啦 如果各位对这种特殊玩法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Dolkifix里面不只这款游戏 它是一个女性向互动游戏平台 所以里面有很多这种文字互动的小野戏 就连丹美也有 比如这部 不可以色色 就是里面疯狂色色 整个平台自由度非常高 题材丰富 应该不怕找不到喜欢的类型 总之我就把连结放到资讯栏了 各位一定要去宰来玩玩看 地方宰女良心制作 绝不脱稿 需要您的关心 我是妈 下次再见 掰 打开Dolkifix 开始你的心动体验 中文字幕放开Dolkifix 全面疯狂色 Lu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